养猫到底好不好 养猫真的有那么多好处吗 一 养猫对人的各方面健康都有方式 这是因为和妈一起的时间越久 风险越低 比如能够降低人类的血压 减少心肿病发病率 缓解抑郁和焦虑 减轻生活压力 有助于入眠 才能抗过眠等 这可能是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 很多人已经验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肚脚 和一直没有坏心思的小猫咪做朋友 或许确实更让人感到开心一些 2.猫咪发车的呼噜声 猫咪呼噜声的频率 大约是落在20Hz到140Hz之间 这个频率恰巧与医学界中的 占平疗法频率区间相近 这个疗法有让细胞组织再生 并增加骨骼的密度 同时也可以稳定血压及心率 不过猫咪的呼噜声 可不像机器般运作 并多能让它们的骨骼 维持在最佳状态 对人无法有明显的治愈效果 但对于治愈我们烦躁的心情 效果非常卓越 潮石坚轻可以有效降低血压 和打不存的物质 这意味着老猫可以降低肚蜂 和心血管疾病的疾虑 3. 预防用力症 在和猫咪的坚持过程中 大脑会愤逆多安安 可以使自己变得更轻松愉悦 不管在外面多累 多不开心 回到家一见到猫 立马心情大好 4. 变得勤劳 一个幸福的猫咪 最后附近有一个勤劳的蚕食官 5. 提前预知危险 有很多事实表明 猫咪能够感受到异常情况 一旦发现火灾 煤气泄漏等问题 猫咪就会预计用特别的方法来告诉主人 从而及时助力 6. 猫咪能够安慰你 有猫后 当你伤心 难过 躬于情绪跌离的状态时 猫咪就会以为你 默默陪在你身边 听你清楚 帮你走出不好的情绪 7. 让猫不弄出门 猫是独知动物 不需要频繁出门 节省主人往日时间成本 而且猫咪不用像狗狗那样经常出门入彎 它们一直待在家里也没有问题的 8. 帮你带来好人缘 表冒不止能够帮你增加一些缘 提升别人对你的好感 还可能帮你做官交际圈 带来好人缘 9. 容下家庭氛围 猫咪有时候就像个小孩对一样 它们调皮搗蛋 虽然有时候会让主人崩溃 但是也会做出一些滑稽搞笑的动作 给主人的生活带来了欢乐 家里多了一个小朋友 更加有活力 可以增加生活乐趣 容下家庭氛围 陪你打发时间 猫咪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 不离不弃 和你一起打发无聊的时间 偶尔也会做出一些搞怪的事情来动你开心 我猫感觉多了个半 生活乐趣多了很多 可以用零食陪猫咪玩玩 能够增进跟猫咪之间的感情 猫咪也会更开心的 如果真的想养一只猫 就担心开家的问题 那我建议养着玩猫 因为它们的精力都用在年人上了 开家的唯一可能性在于你没有花时间陪伴它们 想玩好处 再来说说养猫的四个坏处 一 增加均出 小猫后发现自己越来越穷了 每个月的钱包基本被炸干了 二 小猫后不敢出去玩了 绝大部分直接都用来陪猫咪 平时的饭籍能推就会 也希望早点回家跟猫猫玩 我们在外也懂事千话的猫咪 再也不能拥有缩走就走的自由 三 猫只很臭 猫咪在室内用猫砂盆方便 这也需要尝试 不安经常更换猫砂 还要做好途臭工作 不然家里会被猫死猫尿 搞得臭轰轰的 四 猫咪叫毛很厉害 猫咪叫毛很厉害 只有经常打扫和吸毛 猫咪的毛发会飘到家里 到处都是每天花时间去整理猫毛 会让你觉得很崩溃 所以养了猫之后 主人也不会轻松到哪里去 不过这这时也帮助很多人 养成了勤快的好习惯 如果你有猫毛过敏问题 可以尝试养德文犊毛猫 因为德文猫的毛很短肉细 不容易掉 如果你确定要养德文 那我建议直接养两只 如果你下定节新要养德文猫 不管怎样 最重要的就是时间陪伴 并要好好对待他 通过养猫还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能力 让自己变得责任心 耐心逐渐强大 你会逐渐的发现你越来越会观察 这周遭的人 而是 会更敏感 你或许会变成一个更体贴的人 而这些年不知不觉的成长 其实是猫咪叫到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